今天也有很多新聞 昨天我的題目就是那個審判 17歲 現在已經18歲了 已經過了兩年 18歲的年輕人被判無罪 這件事小夏就最關心了 這個跟整個美國的政治傾向 是非常有關的 這裡我們要講講 彭帥那件事 都如我們的醫療 差不多真的越交越大 因為原本對付中共 只有共和黨、保守派的人 這次這個都算是性侵犯的醜聞 交出來之後就變成全世界 不只是全美國 全世界保守派 和他們所謂左翼 民主黨他們都嘩然 這件事實際那個具體精神來講 對保護弱者、保護女權 民主黨一向都是 當委紀任 一向都是 升大到不得了 你看到他們 在非法移民那方面 他們做很多事情 但不知道為什麼 對香港就不看到有什麼發生 但是我們香港好像沒什麼得到保護這樣 今天小夏說要去槍會 他今天去華盛頓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槍展覽會 他要在那裡展覽給我看 所以可能會遲一點點上來 美國這幾天都幾多事情發生 其中一個 不是美國的 就是中共出了一個報告 說這次在南海那邊的美國合船艇 Konnecticut出事 是中共實際上是對付美國的 他們用某種武器來對付 沒有人的武器來對付美國的 就不是撞山 這件事實在是很大的一件事 撞山我就說美國的藉口是不同的 根本就沒有可能的 這些有經驗 開了差不多二十多年 二十多三十年的合船艇 最厲害的那一架 這架是戰鬥的 不是只用你發射導彈的 還有搞不到有經驗的海員 加上就是有所有全世界最精良的儀器 怎可能撞山 今時今日駕駛車 開車都是有無人駕駛 看到要轉彎就要轉彎 看到前面有檔也會停 或者是會繞過它 難道現在前天沒有嗎 所以美國那個就很弱 那個解釋很弱 說撞山 撞海底的山很弱 中共肯定誇大了 它當然說到自己這麼厲害 但是你說中共有沒有份呢 是應該有份的 它不惜在海底 尤其是那裡跟著它那個海難道的合船艇基地 它就是一定要出手的 如果美國經常都對盡它的基地 它根本就動得不需要 所有合船艇都不用出海了 當然美國那次在那裡當然有活動 除了監視之外還有其它活動 或者是撤了什麼東西在那裡 兩邊在海底都撤了很多東西的 所以都不奇怪 早知這次都證明了什麼 美國這邊都在那裡 就是包圍網是堅強的 美國這次都損失重大的 戰艦要拿回去關島收來收 這些這樣的戰艦 關島未必能收到 它要上去就叫做乾船部 就是拿它離開水面的 有很多事情要做 它又不敢暴露秘密 估計最後都是要回到美國的 或者直接回到華盛頓那邊 海外那邊收來的 看到大家看到槍問題 原本昨天那些陪審員 全部都得到很多次的人身恐嚇 法官、陪審員、被告的律師 全部都是被對方恐慌 人身攻擊和恐嚇他們的生命 美國就是 實際人如果要違法起來 不要分別 美國人都是一樣的 但是美國也派了 好像50個國民警衛 派了在那個法庭那裡 怕判完之後 就爆大禍 就是打架 就說大家都在這裡 幸好我猜應該 因為對行得好 雙方的那種武力 對行得好 就沒什麼出事 這個新聞是很大的 這個新聞在美國來說 有很大的影響 影響了幾樣東西的 就是他們原本 他們在威士康州 和他在威士康州 他在威士康州 他在威士康州 跟他在威士康州 而那幫人就圍他 那幫人圍他 他一直追到他沒辦法 在地上他們還踢他打他 他就拿著槍 射傷一個 幸好那些錄影就好齊 就沒事 就沒得判 那些判審員一律通過 這個制度就證明美國這個制度 司法制度還是健全的 法官還是民主黨人 他是按照證據來判 那些陪審員也是按照證據 不怕他們威脅 不怕那些人威脅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理程碑 證明和那幫警察不管 他就拿著很多問題 現在美國的治安問題 那個所謂的政治問題 在這個案件那裡反映出來 所以基本上這個絕對是保守派的大勝利 就是說人民需要治安 以及需要公正的法律 拜登也說 剛剛案發的時候 所有民主黨那邊都罵那個弟弟 說他是白人 白人優越那些 就在那裡罵他 現在每個人都在那裡熟了 所有的那些報章都開始熟了 那我昨天呢 昨天跟那個 跟那個 跟那個 跟一個人 跟一個家屍舖的人聊天呢 他們反而呢 就是有些民主黨說不清楚 他們反而形容那個治安 過去的四年這麼差 是特朗普的責任 是 真是說不清楚 我真是不懂得說 特朗普就不斷在那裡 就是支持那些警察來執法 過去的 他執政的那四年 所以治安是最好的 那時候沒有這些這樣的東西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他下台之後 就黑命貴 黑命貴 越搞越大 現在基本上有幾個大勝市 我們去到大勝市沒有的 根本沒有警察 任我的 拿了東西900元呢 拿了東西900多元以下 根本警察不會拘捕你 變成那些大的罰款公司 要找一些大隻佬 就是自己來搞報案 在大門口找幾隻大隻佬 如果你拿的話 他就跟你 他可能未必是 因為他有權 雖然他拿了 有人抽了900多元 警察沒有掃控而已 就是不等於那個店舖本身 沒有自己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財產的權力 那這件事就很值得說 那當然了 如果打死人的時候 就好像這樣審了 有一段時間搞了 就很複雜 那我就沒辦法了 不過最近可以說的這兩件案 這兩件案子呢 實際上都是走向 就是走向共和黨那邊 就是等於我們在大陸看到那兩件案子 一件是彭帥 另外一件是孟宏偉的老婆 在法國那邊 公開身份 那這兩件案子呢 實際上都是走向 就是對我們的所謂普世價值 支持普世價值的人呢 是絕對是所謂是有勝利的 勝利的 所以很重要的 這些形勢 國際形勢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兩個高哥 孟宏偉的老婆那件事呢 就一直研究到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了 就是看不過眼都出聲了 人權委員會 幸好那個主席 就可能未必是大陸的人 中共的人 就出來說話 這些就頂不住了 就是它那些 這些這樣的罪行 在裡面就不能說蓋不住了 但是呢 在國際奧運會 辦有種 寫不出聲 那些人 看那些利益 因為現在他們怕冬季奧運 明年冬季二月份的冬季奧運搞不成 所以現在有這個威脅 就是 我猜搞就搞成的 但是張高麗就差不多是沒什麼看的了 我不管你習近平怎麼補他 如果張高麗是主持這個會 還要出面的話 還要當時 還要出面的話 在鏡頭上面的話 這個全世界是搜不到的 你看看紐約州的奏將 都是因為性侵 終於是辭職落臺了 當然他就 他這些人是性侵和共產黨的黨員 官員 共產黨的官員 做性侵 沒什麼大分別而已 沒什麼大分別 當然了 共產黨那些在國內 他控制了媒體 他可以恃無忌憚 美國那裡就要暗中 那些性侵要暗中做 所以我覺得就那個 不過這樣的普世價值 性侵這件事是普世價值的 變成了就是會越來越普遍 越來越普遍 中共那裡都頂不住 這些東西就沒得躲的 躲不住的 好事全部對整個形勢來說 是非常的好的 但是我發現以前的人為了錢 為了跟中共的關係 就不敢說 現在就越來越多人站出來說 我覺得這件事就是 對我們整個有利的 對我們整個抗共、滅共是非常的有利的 昨天我們還決定了做一件事 英國那邊的地方還在 大家在那裡有爭議 就是那個場所 我還在找人跟他在搞 有後備場所的 那個所謂什麼千喜巨蛋 那裡他就想被人搞唱歌 這樣那樣 那肯定有少少政治問題 聽到蓬佩奧英國那些人好什麼的 又是好左的 好左 那這裡我還在找上面 那個主人的經營那個 經營那個巨蛋 千喜 應該都是叫巨蛋 他們經營那些人 可能是比較錯的 但是老闆就是民主黨的 所以要找人跟他講 就跟小孩講 那等一下再講 好